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部在当时引起票房轰动的电影 又暗潮湿的森林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神秘的无头骑士起着马杀人 白白嫩嫩有一身绅士装的德普 肤色苍白连眉毛都是金色的女主角 她们共同构成浓浓的哥特气息 故事主要讲述了笃心科学的警探男主角 被送到断头骨破案的故事 她不相信所谓的无头骑士杀人案 调查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 女孩是财主的女儿 已经有了未婚夫 但是两人还是蒙上了爱情 在一次次的误会之后 两人共同解密了无头骑士的真实身份 和幕后时作荣者 女主角的未婚夫在自己作死 要和无头骑士决斗的时候被杀死 男女主角也顺利成章地在一起了 估计十股未寒的未婚夫 只想说妈买批 这部电影画面非常精美 但是现在在回过头来看影片 剧情里面的前后逻辑 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是说男主笃性科学 只愿意用科技来破案吗 后面的事件发生 就变成了魔法才是正义 性科学的人才是傻子的设定了 男主到最后也相信了巫术和魔法 虽然哥特电影的世界设定 往往是有魔法的 但非要弄一个男主角信仰的反差 就让人难以接受 再仔细看整个剧情 会发现骑士故事非常的俗套 故事的大boss是女主的继母 她幼时害得无头骑士的真人被杀 于是她夺走了骑士的头 让骑士听命于自己 当时只有六七岁的继母 从小就策划好了一套杀人计划 而她的目的竟然是未付报仇 我的天哪 这么小的女孩 具有这么周密的杀人计划 不过影片里面找出凶手的 其实不是男主角 男主角被无头骑士吓破了胆 溜走一横借母来杀女主 还把自己所有的杀人动机 细节全部告诉她 女主逃了出来告诉男主 男主才知道真相 虽然巨星平庸 但是年轻得朴的美颜 还是值得对着屏幕 翻一个多小时的划持的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